我们再来看 那个黑脚阿嬷那个外热炎的应用 既然对医学界 投下这么大的震撼弹 那这样的案例多不多 我们再来看两个案例 乳癌的案例 乳癌案例 艾梅达高龄82岁 当第一次来访时 他的乳房非常疼痛 并硬如岩石 因为日夜疼痛 完全无法睡觉与休息 他乳房的问题已经一年以上 之前到医院看病也没有效果 他在2015年3月25日 到中心寻求协助 此时病灶已出现破口 且产生难门异味 志工向他介绍按推原始点与姜 并谨慎地清洁他的伤口 将所有的脓都清除干净 再撒上姜粉 他回家后饮用姜粉 第二次来访时 他的乳房变得柔软 但窗口变得更大 志工在伤口中 填入更多姜粉 他的伤口开始产生了变化 这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作用 腐肉几乎全部消失 然后伤口由最深处开始愈合 伤口产生了变化 志工持续不断地清洁 按推原始点和给予姜汤 于3月27号 虽然伤口还未痊愈 但他很高兴 因为他现在乳房已无异味 疼痛减少许多 晚上也能入睡了 于5月13日 他已大幅改善 所有腐肉都已消失 而伤口现在已开始愈合 志工们按推原始点 并持续清洁伤口 这是所有腐肉都已除去后的外观 2015年5月17日 艾梅达婆婆再次拜访中心 窗口明显改善 且不像先前那么的深 窗口周围的皮肤开始愈合收口 窗口没有那么深 并已开始再长出心肉 他每次回家时 志工总是会拿一些姜粉给他回家 在没有按推原始点的日子里 能饮用与清洁 5月27日 她的伤口好转许多 窗口开始变得干燥 农业与意味都消失了 2015年8月17日 婆婆拜访中心时 病情已有重大改善 伤口已缩小 她回家后 每天都记得喝姜汤 乳房的伤口已逐步收口 她露出幸福的表情 前后比对 2015年3月25日 2015年4月2日 2015年5月13日 2015年5月17日 2015年8月17日 肩不溃烂案例 25岁的珍罹患了乳癌 并且肩部出现了破孔 腐烂流浓 致工使用姜粉 泡热水清洗伤口 并且使用姜粉 对伤口进行温敷 经过原始点的方式处理后 伤口渐渐地愈合 如今 真的体力恢复 精神异议 已不再被病痛困扰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 一再放给大家看 就是告诉各位 从这些影片 我的理啊 绝对不会离开影片的 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案例 我就仔细琢磨 为什么乳癌他们能治疗 简单 直接从患处下水 而且他直接撒的是什么 姜粉 你不要再用 撕的姜粉泥啊 生姜 你那个撕的进去 反而更撕 所以我看到外面 为什么有些人用原始点 而失败的案例 我也看到有一些失败的案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失败的案例 那为什么会 第一个 他这个家有机家 因为星巴威穷到没有荣耀 他不可能有什么要去扫 所以都是原汁原味 原来原汁原味才是最好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有些在大陆他用姜的时候 越用越纳 然后就问基金会 然后基金会再把我们的有机姜寄过去 叫他改用一下 既然几天后慢慢就结家了 那代表他用的方法没有错 只是什么错了 姜粉出了差错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要求大家在第一线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姜的品质 因为你看他已经到这么重要 而且直达体相位置了 所以也就是这几年来 我一直看案例之后 我发现这个很重大 也就是公益善其事 必先立即庆 你姜没有好 你以后面对的你只有挫折感 为什么原始点 张医师写的那么好 而别人做得出来 我做不出来 我告诉各位 他们做了很多案例 星巴卫 为什么 他们的姜粉都是有机的 你放心 他们没有钱去买那个荣耀 好 那再来还要注意的 姜粉直接撒下去 伤口一定要保持怎么样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包扎到 像你们好像那个乳癌烂掉 包得像肉粽这样 一层一层的把它包起来 完全不透气 那就会腐难 就是很多在操作方法 已经背离了 但你们在操作 你们还是以为这样是对的 所以原始点最后在内外热源的应用上 尤其外热源 有一句话 就是要直达体伤位置 然后要保持干爽透气为主 这几句话一定要记得 你即便看它很难了 你用姜汤稍微清洗 一定要立刻用电热吹风机怎么样 吹干 然后不是越清洗越干净越好 你越清洗因为水分加重它的压力 洗得越干净 有时候它烂得越快 不是这样的 这样了解吧 所以遇到了这些问题 很多在前线作业 为什么我放的都成功 为什么我会做出失败 你一直不了解 大概这两个关键点 最主要是在这里为主 那这里也顺便放几个案例 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他们做得出来 确实这些都是做出来 那就是有机降 速度快 然后又保持干爽透气为原则 然后直达体伤位置 你不要把姜汎灑在背后 那个也没有效 撒错位置也没有效 好 所以整个的外热源使用 还有我们的进展 我就做了一系列报告 那这个都是让原始点的理论 会慢慢就是姜的内服外用 纯熟了之后很多难关克服了 因为我们也可以灌长怎么样 把姜汤灌进去 更重要也可以把怎么样 姜粉泥灌进去 那我们灌进去的目的是什么作用 是向他们排除异物吗 不是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是怎么样 温敷的效果 直接把热源送到体伤的位置 来达到修复它 然后疗愈它 这样了解了 好 那我们原始点这样做出来 一路经过了这样 那整套理论 应该怎么样让大家 没有医学背景的人能听得懂 我认为用因果的概念 罪人表达出来 因为一般人都有因果概念 你们相不相信 做好事会有好报 相信 一定有好报吗 不一定 但我们相信做好事一定是对的 对吧 那如果不报 只是因为怎么样 我做的不够多时间未到 如此而已 那如果你不相信因果 你就会变成怎么样 我不做好事 我也会有好报 我杀人放火 以后也会有好日子过 那这个社会就乱了 这不行了 对吧 我不读书也可以考一百分 我不工作钱就会掉下来 那这个绝对是歪理 所以如果你不信因果 那我接下来的理论 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们再谈 因为我们道不同就不相为谋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了解 既善之家必有一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一庙 那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命运 一定只有抓大院 所以想助人做好事 开始 你对身体也是应该要用善言来改变这个因 你才能够改变果 你的命才会改变 好 有了这样 所以当然原始点 谈不谈因果 谈 所以一切的解释 我们也用因果来推理 那这样更符合大家 平常生活就能理解 不会把医学 用很多专业名词来解说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因果定律 例如种子没有了土壤 阳光水分空气等外在条件的协助 是不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 将此种子批育为因 则外在的土壤 阳光水分空气等条件就是圆 长出的果实就是果 此即众所周知的因缘果的道理 生老病死是生命必经过程 在此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变化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为了理清疾病与衰老之由来 可用上述之因缘果的理论 加以阐明 因缘果本是假设的名词 彼此相待而生 好 念上这里 我们来看这一张疾病由来图 既然我们用因缘果来解释 所有疾病的由来 那这一张图蛮重要的 第一个果指的是什么 疾病 但为什么我会讲衰老呢 因为身体的变化 只有两个途径 你从生下来 你任何的变化 不离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怎么样 老 一个就是病 你今天跟明天 你有没有老了一天 还是保持原貌 不可能的 每个人刹那刹那间都在老化中 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 你也许今天没有病 明天可能就病了 所以这些都是果 那你生老病行 你必须要经历这两个 老跟病 问题是 你怎么区分出老跟病来 这些都是果 所以我们就要有智慧 也就是简单讲 你离开了症状 它的变化就是衰老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譬如说我头发白 是老还是病 老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症状 头发白不会让我头痛 头皮出血 头皮痒 那很显然 所以我这个头发很明显 它没有症状 所以这个头发 这样从黑到白的变化 就是属于怎么样 衰老 包括我脸皮皱 脸皮皱是老还是病 为什么 因为它也没有症状 它不会皮肤痒 溃难 这一类的 所以就知道 这个是身体的变化 是属于老 好 那这样来看 我们从生下来 面对身体的变化 你一定要清楚 医学要解决的是疾病症状 而非衰老 那这个区分了 我们就可以避开很多 不必要的治疗 这个观念很重要 好 那我细的不谈 我先把这个图做这样的概列介绍 那这个老跟病 人怎么会生下来就有老跟病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身体都会变化 在使用中 如果会产生老跟病一定有体伤 使用久了就一定有体伤 那体伤如果比较轻微 它可能症状还没有出现 只是出现衰老的现象而已 但严重一点 有时候症状就会很激烈 让你看到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 热能 如果你早上听我课 听到中午 肚子会不会饿 会 所以要去补充 补充就是在补充热源啦 来改善我们热能 如果再不补充 组织器官怎么运转 它就不运转啦 动不了啦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推动力 那个就是热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那么重视僵的道理 来补充 好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 体伤跟热能 难道我们不能永远保持 不变吗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炎 什么各种善炎恶炎都有 包括你们坐在这里 为什么到中午会饿呢 因为你们每一刹那间 的起心动念都不一样 都在消耗热能 是吧 所以你们这一刻听我 到下一刻 你们的脑袋装的也不大一样 所以你们不断的变化 就在消耗热能 所以到了中午 还是要吃一点东西 好 那所以这个盐 会造成这个 这个是无可奈何的 就像我们手机 即便不接电话 它放着也会没有电 一段时间还是要充电一样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 你保养久 可以把生命拉得比较长而已 但最后还是会怎么样 会那个了 时间到了就该走的还是要走 那个是避免不了 所以各种炎不断的 我们一生下来面对这个世界 就是会有各种炎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要随顺因炎 也不外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因炎果大概就是 它的影响很简单 炎有分善炎跟恶炎 会影响我们的体质 因都会善炎也会影响 好 那善炎影响的 可能让我们的体质可以用的比较久 但不可能让我们不老不病不死 不大可能的 这一点要有这种清楚的概念 那恶炎就更惨了 它会让我们怎么样 衰老的更快 疾病来的越早 然后还会死的更快一点 所以你当然如果想活久 然后生活的品质好 你就要注意 要怎么样 断恶凶散啦 这是一个功课 好 那整个的因炎果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那有一点要特别提出的 体伤才会造成老跟病 热能不会 热能不会直接啦 所以我的腺怎么样 你看喔 热能没有直接到疾病跟老 它是影响了体伤才造成 所以它是间接的 那体伤是直接就引起了 那体伤跟热能不足 彼此怎么样 互为影响 组织器官要运作 要不要有一个热能 要 那你生病了有体伤了 需要的热能要不要更多 要 所以这彼此间都互为影响 那你热能不够也会喔 热能不够 它运转不顺畅 它体伤就产生了 甚至症状就恶化了 所以这两者之间也彼此互为影响 好 这就是疾病由来图 用英年国来解释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怎么样把这些讲清楚 我们来看下一段 异常既非症也非状 所以并非疾病 而属衰老 所有疾病症状 与衰老异常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其中体伤是指身体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状态 可直接产生症状及异常 并可分为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他处指的是原始痛点的位置 此处的体伤称为他处体伤 患处指的是症状的位置 此处的体伤称为患处体伤 热能不足是指身体能量 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所需 可影响体伤 间接导致症状及异常 而医学要解决的是疾病症状 并非衰老异常 好 这里我解释一下 我们的书十四版之前的 都有分他处体伤与本处体伤 有没有 有 之后的本处已经全部删掉 改为患处 这样就更直接了 那个多出一个专有名词 让大家绕来绕去 但是现在这样改 会很直接就很容易清楚明了 什么是他处 原始点他处就是指怎么样 原始痛点的位置 你譬如这里手背痛 那我们按哪里 手肘对吧 那手肘就是他处了 所以我们的他处指的就是原始痛点的位置 那患处指的是什么 就是症状发生的部位 我们称为患处 那专有名词大概就这样 也很简单 那在患处产生的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体伤 我们叫做怎么样 患处体伤 那他处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位置 就叫做怎么样 他处体伤 这样容易不容易 那什么叫热能不足 这里也解释了 它就是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 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 好 继续练 缘可分为医疗保健之善缘 与伤身致病之恶缘 善缘如正确按推原始点 善用热缘 适当运动等 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使身体正常运作恢复健康 恶缘如生气 压力 劳累等 会消耗热能间接导致体伤而产生症状 但有些恶缘如车祸 摔伤 胖伤等 则可直接造成体伤而产生症状 由上可知 因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缘 同样 缘要影响果 也必须通过因的运作 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缘 都不会影响果 必须要因缘具足 果才会改变 切莫在诊断上 将果作因 如把热向症状的果 当成热性体质的因 而使果与因混淆不清 或错认果 如本无疾病 却将衰老的异常 当成疾病 而使病人变多 或导果为因 或导果为因 如将异常的果 当成症状的因 而说疑症多因 或果生果 或在治疗上 弃因谈缘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药食 按推的缘 有治病功效 而说缘治果 由于有疾病 必有体伤 身体会修复体伤 以解除症状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故治疗疾病 当从因着手 用诸善缘 同时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此外要发大心大愿 随时观照内心 反省明察 断诸厄缘 如此则因变果转 治病不难 否则舍因诸果 祸福难料 为治者明断 好 这里大概就是 整段概要了 那其中比较难的 就是在上一段 那里 错认果 将果作因 或是导果为因 会产生什么 这一切都在后面 都会详细介绍 所以这里也不再多说了 那整个的理论概要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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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